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在你好,星期六的节目中,诚意参与了一些猜词游戏环节 他的表现可谓是充满了趣味和惊喜 他在粤语版的《心有灵犀》游戏中,与蔡文静搭档 通过蔡文静的描述来猜测词语 在这个环节中,诚意展现出了他独特的幽默感和憨厚的一面 一些词语的猜测过程让人捧腹大笑 在猜字迷的环节,诚意也展现了不俗的想象力和创意 尽管用诗后答案有些出乎意料 但正是这种出其不意的表现,让观众们对他更加喜爱 诚意在节目中的这些猜词游戏环节,不仅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 也展现了他的幽默和亲和力 让观众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优秀的演员 诚意在公众场合和节目中展现出的形象 有时候确实给人一种呆萌,傻乎乎的感觉 这种形象可能源于他自然的性格表现 也可能是他在特定场合下的一种表演风格 在你好,星期六等节目中 诚意经常参与各种猜词游戏和其他互动环节 在这些环节中,他有时会因为一些出乎意料的答案或反应而显得呆萌可爱 给观众带来了许多欢乐 这种呆傻的形象并不意味著诚意本人不聪明或者缺乏专业素养 相反,他在演艺事业中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敬业精神 他在片场花絮中的状态也往往被认为是最真实、最舒服的 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诚意在公众场合的形象表现 不要过度解读或误解他的性格和能力 同时,也期待他未来能够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多的成就和突破 在你好,星期六的节目中 诚意确实贡献了不少搞笑场面 使得观众们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的幽默与活泼 以下是一些他在这档节目中的搞笑瞬间 绕口令接力环节 在这个环节中,诚意需要读出一些绕口令的名字 并给每个字一次加重音 然而,他在这个环节中的表现却让人忍俊不惊 他不仅读起来有些费劲 而且在尝试加重音时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甚至拿起莲花当作话筒 引得在场的人纷纷笑出了声 321,看这边环节 这个环节要求嘉宾根据指令做出相应的动作 诚意的反应有些慢半拍 在被泼水后,他显得一心想要报仇 表情严肃,双眼瞪大,腿灯的笔直 双手紧握纸杯,全身心的想要成功泼水 然而,由于反应不够迅速 他每次都需要其他人的提醒才能完成动作 尽管如此,他那种努力又稍显笨拙的样子 却让人觉得十分好笑 粤语版新有灵犀环节 在这个环节中,诚意因为不太会说粤语 每次尝试表达时都需要用手机翻译 还经常因为说不清楚或者发音不准确 而引发现场的笑声 他那种努力想说好粤语 但又有些困难的样子 既让人觉得可爱又让人有些心疼 这些搞笑场面充分展示了 诚意在节目中的幽默感和活泼性格 也使得观众们在观看节目的同时 能够感受到他的真实与可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